前選美冠軍張明雅最近和男友拉上天窗 誰知傳出開門歷史只有3800元 張明雅不滿有人放了 令她老公好像好笑家那樣 於是就洩起了俗來鬼的風波 而嫌疑人當然就是當日的姊妹團 唐貝斯都是姊妹團的其中一員 不過她就說覺得這件事只是傳媒炒作 其實我自己就沒有去追問 因為基本上是不關我錢 如果她是好姊妹的就不會這麼容易有感染的 不會被這些東西十分影響到 其實大家都總是很好 而嫌疑人之一的陳婷一就說明雅已經找出內偉 在兄弟姊妹團群組說出她有緣 最後就把整個群組刪除了 之後明雅還在任我站 unfriend了何奧義 對於這個剛巧得那麼巧的事件 奧義用短信回覆我們 說明雅以為他unfriend的是假扮奧義的人 當明雅知道其實那個真是奧義的私人戶口後 已經加回她作朋友 唐貝斯都說覺得這個只是誤會 可能不小心騙了 我常常都不小心 unfollow錯我妹妹 或者其他好朋友 甚至會follow錯了一些不懂的人 按錯仔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多謝關心 大家不要想太多了 而明雅這天突然在個人網站上 貼了張結婚當日 和這麼多位姊妹的合照 中留言說發生的都是小事 大家關係依舊那麼好 還說無謂再猜是誰做的 事情已經過去了 好可怕 好可怕